吃大餐 遇到美食 喝酒 怎麼樣 越吃越健康 如果我們今天要希望消化改善的話 那我們會丟出幾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吃的食物是好消化的 再來就是說在對的時間去吃東西 那以及就是我們在吃東西的前後 都是希望能夠做到壓力調適跟放鬆心情的 那我們講到一開始好消化食物 通常都是圓形食物 因為圓形食物它通常不會說太油 而且它是有一定程度的纖維 所以說它在我們人體接收程度上是比較高的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要讓平常的消化是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在我們地形性 這個像1-5 1-6 這個時候盡量都是吃好消化的食物 那至於說在對的時間吃 那通常我們中午還是說11點到13點 那晚上我們還是通常會講像是17點到19點 這個都是比較適合吃飯的時間 那接下來說會講到壓力調適 在於說如果我們確實這個像你熬夜也好 或者是說你的這個緊張非常非常高漲的情況之下 吃東西會覺得說消化不良 這是真的 因為你連消化液的品質都沒有像你這個開心的時候怎麼的好 想像像我們的口水吧 我們在口水其實在這個開心 或是放輕鬆的時候就是水水的很好吞 淋口水都是甜的 但是說如果當你很緊張 醒醒周拜 還是說都沒有睡 你就要去起床這樣 這時候口水就這樣 很黏 那同樣的你的胃酸 你的這個腸液 你的乙液 那這種外分泌的東西 當然會跟你的身體的這種壓力的狀態有關 那此時再配合蠕動也變得比較慢 就會造成所以消化不好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會建議就是壓力調適 這個放鬆心情這樣子 那最簡單的壓力調適 大概就是去調整你的睡眠的這件事情 我會建議還是要吃點東西 因為其實餓肚子你會睡不好 然後半夜一直醒來 所以如果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睡前吃宵夜盡量都是吃蔬菜類的為主 例如說燙青菜 或是說自己煮蔬菜湯 青菜啊然後加番茄 紅蘿蔔蘿蔔類的有點像羅宋湯這樣子 或是說直接買這個就是餐包 食物的餐包不是那個麵包的餐包 就是可能一碗那個湯 它大概熱量就是70幾卡不到100卡 那這樣子喝進去其實就有飽足感 然後又不會攝取太多的熱量 因為接下來也是要臨近尾牙還有春酒 那常常在外面聚餐一定都少不了喝酒 所以就會建議你在聚餐以前先讓食物墊位 那什麼叫食物墊位呢 例如說你在喝酒以前可以先喝個優酪乳或是鮮奶 把你的胃墊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太快就是酒精攝取過度然後喝醉 那另外呢攝取B群也很重要 你在喝酒以前先吃B群或是薑黃素 其實這些也可以幫助你的酒精不會進去的那麼快 然後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有宿醉的狀況 那還有一個就是進餐的順序 例如說你可以先喝湯讓你的食物有一點爆竹感 然後再吃蔬菜 因為蔬菜裡面有膳食纖維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太多的脂肪啊 或是不好的一些油脂的吸收 還有就是營養品的話可以補充B群跟益生菌 那還有一個是青汁 其實現在也蠻流行的就是裡面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 那你吃進去以後就等於吃了很多的蔬菜的膳食纖維 那再來呢再吃肉類最後吃澱粉 這樣子你身體裡已經有飽足感 就不會吃到那麼多的熱量 好 那我們這邊也做個小總結 那所以說消耗不良 我們會重視食物的內容 吃飯時間點 以及我們本身的壓力調適 那最後就是是不是已經有內科相關的問題 所以產生我們有比較長時間的肚子痛 或者是拉肚子跟便秘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還是很重視吃飯的順序 就是你在聚餐的時候啊 先吃食物定位 還有食物的順序很重要 還有你可以補充一些營養補充品 讓你在聚餐以前 你的身體先增加這個代謝循環 那另外就是宵夜的時候的點心 不要攝取高熱量的點心 例如說炸雞啊 鹹酥雞啊 或者是滷味這一類 可以多吃蔬菜類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我是李安民醫師 我是張雨昕營養師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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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麼好朋友 … …